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入侵以来乌克兰已失去四分之一耕地 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 但他坚称 粮食安全并未受到威胁 强调民众的粮食充足 因为乌克兰农民在战争开始前 就为播种做好了相对较好的准备 他还指出 随着数百万人逃离战火 全国消费水准已经下降 不过尽管为所刺激保证 战争不会威胁到乌克兰的国内粮食供应 但联合国先前已警告 这场冲突可能使全球数千万人 陷入粮食不安全 以及营养不良 大规模人口饥饿和饥荒的风险 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12日也分别在会议中 重申对粮食危机恶化的疑虑 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 世界数据中心乌克兰资料 战前乌克兰拥有超过3000万公顷耕地 但在俄军的猛烈炮火下 乌克兰损失大量耕地 就算农民设法赶工收成 买家也可能因为战火 无法前来收购 这些农民的产品 已经4月已经开始了战争 工资本已经完全关闭了 俄军师故意攻击粮仓 因为少了重要的库存设施 国务就无法就放 欧盟和乌克兰都抨击 俄罗斯拿粮食当武器 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 稍早已公开指责俄罗斯 企图用粮食出口来勒索全球 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股物出口国 欧乌战争使得乌克兰无法经由 黑海出口数百万顿股物 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大涨 粮食危机迫在明街 不过俄罗斯官方多次表示 乌克兰股物无法出口 问题在于基辅当局 而积极扮演俄务之间 何世老的土耳其总统艾尔段三日表示 他计划近日与俄国及乌克兰总统会谈 依照出让乌克兰粮食经黑海输出的方式 可是尽管土耳其政府有意协调 但俄务互无信任 仍是巨大障碍 有特殊人说 他会帮助 但他们会帮助 我们认为是这样 但谁知道他 我们认为是这样 我们认为是我们国家帮助 我们都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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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会是完全不同的 我明白吗 故意中心 中卫电报导